专家称月入3000就是中等收入群体 大家好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刚刚在热搜上看到这条新闻 说某专家说在中国月入3000就算是中等收入群体 而根据他的测算 2022年我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4.6亿人 这个话题其实以前我说过 月入3000是个什么水平 我当时说了月入1000的人 中国有6亿多 月入2000的人 中国有8亿多 月入3000 你要月入5000 超过了95%以上 结果这个话题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说我这个数据是胡扯的 其实数据来自于总理口中 来自于社科院 有说不可能 我身边的都是月收入一万两万的 还有说不可能 你也没算是老人和孩子 这些什么的 反正是怎么说的都有 就是不信 这位专家这次这个观点 和之前的这些数据 又不谋而合了 只不过他这次说出来 这个口径是带着自豪的口吻说 说我们现在中等收入人群 已经有了4.6亿人 多么了不起 这是多么坚实的一个群体 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 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算 经济形势就算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都有4.6亿的 中等收入群体了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 但是问题就出在 约入3000就算中等收入群体 这就和我们国家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 包括贫困线 包括月收入 是我们特色的标准 这是我们走自己的路 和别人不一样 现在肯定还会有很多人说 不可能 约入3000怎么活 但就是这样 约入3000就已经是中等收入群体了 这样的人有4.6亿 这不就暴露出之前总理说的 那个问题了吗 约入1000的6亿人 约入2000的8亿多人 所以约入3000的有4亿多人 不正常吗 是吧 你如果约入5000 你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所以你看同样的数据换个说法 这位专家呢 还是浙江大学的资深教授 他叫李时 他是浙江大学共享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有关系 而有职称 有水平 有社会地位的这么一位专家 所以你说说 他这个同样的数据啊 用他的这个说法换一个角度说出来啊 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有4.6亿的中等收入人群 这个新闻一出啊 网友们也不干了 你逗我呢啊 你月入3000 怎么能算中等收入呢 然后他在这个调查报告里还说呢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成为这个中等收入人群呢 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 所以你看啊 我们就之前就说很多人找不着工作 我们不用失业这个词 变成灵活就业 那现在灵活就业的 这部分人呢 在专家的嘴里 又很容易的会变成中等收入人群 你一灵活就业 你就变成中等收入人群 你一成为农民工 你就变成了中等收入人群啊 别管怎么着 只要月收入3000 你看开开心心呢 你就变成了中等收入人群 所以数还是那么个数 专家换个说法 一下子大家心情就开朗了起来 你高兴吗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加关注